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电热水器跟洗衣机放在一块 结果咬到很厉害 水龙头都被电热水器跟洗衣机挤坏掉了 断了 喷水喷 漏水漏得非常严重 对 这次真的蛮严重 我也想到因为以往地震 我想 又来了 咬咬就没事了 结果这次咬的真的是时间超久 就比两年前的918 那个真的不会输到918 可是因为主要是我这个时候 刚好是在上班的路上 可是就是真的在桥上 就跟在海浪上面的状况 没什么两样 我本来以为在做梦啊 结果 结果越摇越大 然后摇超久 就连滚带爬 从二楼奔到一楼 而且我跟你说 我的邻居啊 我坐那边六年 之前每次地震都没有人会跑去街上 这一次我全部邻居又跑出来了 因为我要赶着上班 所以我必须要赶快提起精神 但我没办法 怎么会有一种就是 0206或者是921的急事感 再加上那个晃动的程度 虽然是左右摇 因为人家说左右摇跟上下摇 可能左右摇还好一点 但是这个左右摇 倒是让人已经都昏昏沉沉的 在上班的路上 我会经过花莲市区 花莲市区蛮多饭店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他们的外墙全部都在剥落 有的还看到 就是我看到比较旧的饭店 它的外墙的瓷砖 还一直在剥落当中